10月12号 亲爱的朋友 您好 我是江峰 麦克尔·亨特是美国最著名的法医专家 在他手上过的案子数千案例 对于判断疾病 意外导致的死亡的原因 他有着令人信服的结论和判断 是美国执法部门最倚仗的权威 1997年的10月份 亨特接到了来自加利福尼亚警方的一份不寻常请求 说 您好 亲爱的亨特博士 想必您已经从各种媒体中得到消息 约翰丹佛驾驶飞机坠毁 不幸遇难了 我们邀请您前来协助调查事故的原因 期待您的到来 说实话 它是真正的法医的工作 它不仅仅是实验室的工作 必须围绕着现场勘测呀 证人回忆和目击者的证词 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工作 甚至要从死者的生事开始研究 于是亨特博士首先打开了厚厚的卷宗 对于亨特博士来说 这项调查也是一件不容易的工作 为什么呢 约翰丹佛是那么的才华横溢 所以亨特在做这份工作的时候 就跟他所有的跟丹佛所有的歌迷一样 亨特也无法摆脱那美妙的歌声 环绕着自己的心 约翰丹佛1969年因为一首《Living on a jet plane》 乘喷气机离去这首歌而出名 歌词里面唱到我要乘喷气机而去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回来 说亲爱的 我真的不愿意离开 我那么的孤独 我也许会死掉 约翰丹佛出世的那天 1997年的10月12日 历史上的今天 正是他一个人开飞机踏上了不归路 他是怎么在差不多30年前 就预告了这最后的一幕呢 丹佛是德国移民的后裔 出生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罗斯威尔市 实际上这个丹佛约翰丹佛这个丹佛不是他的真姓 他原来不姓丹佛 这个丹佛可以说是个咱们说叫一名吧 大家好记 他原来是一个德国姓叫Deutschdorf 父亲是一名空军的军官 响当当的一位人物 他把轰炸机开得跟战斗机一样 创造了三项美国空军的速度飞行记录 是轰炸机的速度飞行记录 是空军名人堂的成员 这英雄主义的父亲深深的影响了丹佛 丹佛骨子里对探险旅行就有着特别的追求 你看丹佛长大以后 滑雪 爬山 徒步旅行什么都玩 另外他作为一个小军署 丹佛成长的时候就跟随着父亲不断的搬迁 特别是因为父亲是空军嘛 咱们知道空军有一个转场 飞机中队 飞机大队整个的从一个机场搬到另外一个机场 这个调动是非常频繁的 所以小丹佛经常是老师的名字是什么 还没计全呢 家又搬家了 长见识那是肯定的了 这是优势 但是缺点呢 没有朋友 老师都不认识嘛 所以孤独感也伴随着小丹佛的少年 在十一岁的时候 丹佛的奶奶给丹佛送了一把纯音吉他 什么说古典吉他 从此音乐打开了丹佛的心 虽然丹佛的学校不断的在变 但是他的音乐太棒了 无论在哪个学校 都足以让他在音乐俱乐部赢得欢迎 高三的时候 这书没读完 约翰丹佛开着父亲的车就跑去加利福尼亚了 开始了短暂的音乐生涯 然而没过多久 眼里咳嗑的父亲开着飞机到加州 把丹佛给接回家了 说你得给我继续完成学业 在父亲的眼里 吉他只是个好玩的东西 音乐不能当饭吃 但是问题就在这里了 迈克亨特看着他这个卷宗看在这里以后 抬起了头 他想到 从父亲那里得到身后遗传的丹佛 也是一名优秀的飞行员 他的飞行经验有2700多个独立驾驶飞机的小事实 那照这样说这么有经验的一个飞行员是非常不容易在操作上导致失误的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飞机坠毁呢 在60年代的70年代 在中国人还在经历着文化大革命的这个枯燥的这个文化沙漠的时候 美国歌坛 一位新星 这个冉冉升起 当时的美国经历过乐战和水门事件 正处在一种对生活玩世不恭 对未来感到渺茫的特殊时期 丹佛的歌呀 他全是歌唱高山 阳光 歌唱爱情 表达了对大自然对生活的无比热爱和向往 乐观向上 天真朴素的歌声 跟当时盛行的摇滚乐形成了一种对比 找到另外一种生活的风格 丹佛早年是一名长老教会的基督教徒 后来转为了路德教派 但是他常说他内心当中更多的接受了对佛教的禅宗的信仰 他时常觉得自己生命当中有过北美印第安人一次生命的存在 那么这些传统家庭的文化对宗教的这种情怀 深深的影响了丹佛的音乐创作 丹佛也是一名热衷于爬山滑雪 几乎所有的休闲活动都热情参与的 这么一个咱们叫activitist 这么一个积极分子吧 他在不断的追寻生命的存在 也在不断的找寻他从小就不确认的一个家的存在 他觉得自己没有家 他老在搬迁当中嘛 另外他的父亲严厉没有给过他一种温暖的慈爱 尽管丹佛从小到大在仰望着父亲 甚至希望成为父亲那样子的人物 南方传统的信仰和家庭观念呢 让他们克服了很多在搬迁上不能够获得的那种安全感 而正是这种美国传统基督信仰和家庭为中心的文化 奠定了丹佛这个音乐创作的巅峰 为啥呢 就在1971年春天 一首歌叫做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这个单曲推出来了 在这首歌里 丹佛找到了回家的路 也帮着千百万在反战情绪 平权主义和毒品乱性当中的美国青年 找到了一条回家的路 在Country Road走红之后 仿佛是一夜之间 所有的美国人都纷纷开始重返大自然的怀抱 周恩·丹佛的作品介乎于民谣、乡村和软性摇滚之间 所以在他的歌词里 你找不到色情、暴力、找不到这些因素 他所传递的只是对大自然的礼赞 对乡居生活那种淳朴的乐趣、向往 他有过一次美好的婚姻嘛 他应该是有两次婚姻 第二次是比较简单的两年就分手 第一次婚姻是对于他来说是最刻骨铭心的 直到他们分手多年之后 第二次婚姻结束之后 丹佛还回去找他的第一任太太 一直依依不舍 迈克尔亨特就认为 丹佛的这段失败的婚姻给了他特别大的打击 丹佛有一首歌 就是在丹佛那一次难忘的跟妻子安妮的 科罗拉多洛基山的旅行当中创作的 那首歌的名字叫做Rocky Mountain Eye 这首歌也成了当年的最热丹曲 那个期间是七十年代 美国年轻人几乎整整一代人都在吸食大麻的时代 丹佛也承认 在他后来的传记里面也承认 他也开始接触大麻了 您知道 这人如果吸了毒还去开飞机 那对于飞行驾驶是最为危险的 那么迈克尔亨特就要想了 那么大麻会不会是丹佛坠机的原因呢 通过同事的追访和最后一任女友的证实 丹佛生命的最后两年几乎没有碰过任何毒品 迈克尔亨特通过他的实验室的检验报告也发现了 丹佛的遗体当中的确没有任何的毒麻品 但是实验也有了明确的发现 为什么呢 就是丹佛的遗体内有水泡脂肪病变 什么是水泡脂肪病变 它说明什么呢 可以说明他生前有过大量的摄入酒精 这是从干的花园里面得到的结果 那么他这种大量摄入酒精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1982年丹佛的父亲去世了 这位教会了他飞行的严厉的父亲 始终是丹佛要竭力想去摆脱 却又在精神上非常敬仰 甚至依赖的生命的指导者 随着父亲的去世 丹佛又面临了 当时歌曲销售呢 开始下滑 到了八十年代 已经他红了十年了嘛 唱片公司呢 也开始跟他解约 他最后的精神寄托 他的妻子也是在这一段时间离开了他 于是丹佛开始酗酒 但是丹佛呢 也在寻找着精神寄托 他们并没有一下子就腿上下去 他开始呢 大力支持美国的太空计划 通过把自己培养成一个积极的爱国者 来找到精神寄托 他居然成为了美国民间宇航员 第一批民间宇航员中的一个 大家知道有一位女教师麦考利夫吧 作为美国的第一批上天的宇航员 对 他跟他是同一批的 但是麦考利夫登上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 就在约翰丹佛的眼前爆炸了 所以他一下子就面临了更大的打击 从此以后他的喝酒量更大了 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之后 他连续两次酒驾DOI被取消了他的驾驶执照 同时也被FAA 美国航空管理局取消了他的飞行驾驶执照 但是通过检验发现 实际上他的体内的乙醇浓度是低于0.04%的 他根本不是一个酒精成瘾者 而且驾驶飞机之前也没有喝酒 事实上 丹佛在生活生命的晚期 在佛教中找到了新的信仰 而且他也发现自己有一次北美印第安人的生命旅程 他重新开始变得阳光起来了 开始从事儿童和环境事业 1992年丹佛还去过一场中国演出 1994年他自己出了一本书 非常坦率的叫《Take Me Home》那本书 非常坦率在书中忏悔自己曾经吸毒 曾经在婚姻中不忠 曾经的家庭暴力 他敢于这样忏悔 敢于这样说出来 他自己也从自己的黑暗中走了出来 那么丹佛的最后一次驾驶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丹佛当天驾驶的一架来自新泽西的 试飞阶段的新型飞机还是一架从家庭作坊里生产出来的飞机 可是丹佛特别喜欢 掏了钱买了下来了 这个飞机跟别的飞机不一样 它那个油阀呀 换油箱的那个油阀呀 在这个驾驶员的左肩后面 所以切换油箱需要你这个飞行员 要身体转动90度才能达到这个位置去拧动那个阀门 这么小一架飞机这个动作会导致飞机的偏向 甚至产生一种鼻头向上的一个动作 这个飞机怎么会设计的这么笨 其实也不是 它这个飞机原来是双座驾驶的 两个人驾驶的 后面那个人来负责换油门 因为换油门这个动作不是常用的一个动作 后面人来执行的 所以当时是因为它一个人驾驶 所以这个动作就变得是那么的危险 而且当天它试飞的时候呢 油料已经不足了 这个维修工跟他说要不要加油 他说不用 但是丹佛在试飞的过程中 起飞降落的过程中已经消耗了大量的燃料 所以正式飞行的时候呢 丹佛的确是需要换油箱了 它两个油箱 结果那个油箱的显示表 那显示表也在身体后面 它发现不了 所以只能是油料烧光了 突然发现没油了 它才想起来要去换油法了 这一动作就造成了这个飞机的最后的坠毁 丹佛的亲人和朋友表示啊 丹佛这一辈子都在寻找他的归宿 寻找他的家 丹佛在他热爱的蓝天大海中离开的人士 却多多少少让他的亲人们 他的朋友们 他的忠实的粉丝们感到疑似安慰 在他的Canter Road Take Me Home里面 有这样的歌词 说 蓝岭 Shenandole河就在那儿 生命是古老的 比森林更古老 但是比山脉更年轻 像风一样自在的生长 乡村小路带我回家 那是我的归宿 历史上的今天 约翰丹佛 人的一生都在试图掌握命运 但是命运早在掌控一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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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